今天割草的什么 这种东西 叶草是谁家的姑娘 我走在了那座小桥上 你父亲走悠长 还挺多的 这个是有 叶角在流淌 像这些 你说一个人在乡墙 他真是有多小 这个刀剪下来的部分 先稍微炒一点 等成小段子 不想吃冷饭 冷饭菜还挺多的 准备一下炒 我查了有炒心的 你看这还挺粗的 我怕冷饭不嫩 冷饭的食物里面 是特别细的 粗的又不想浪费 做火炼心的 吃的线也挺贵的 别想吃点菜的吧 我这边可真是纯天然的 野生的 应该要比普通的要鲜一点 剩下这些草 能代表它是纯天然的 剪完之后再冲一下 待会儿 用粘迷一下 听说是里面有什么料 待会儿把它用粘迷 用粘迷一下 用粘迷一下 用粘迷测 测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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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还是喝了两半 十年吃 不用加醋 其他的都跟两半 才 差不多 一种比较好一些 口感比较好 粗 虽然很粗 但不会像空中菜一样 吃一样 非常满茶 中文字幕——YK